Hello大家好,我是十一 今天是我滑海打卡的第二天 然后今天呢,我还是练习换任 但是不同的是呢,我今天给自己准备了一套全新的装备 然后等会呢,我就把这些装备呢都整理好 拿上楼拆一下 然后呢,再等我的朋友过来借我滑雪 我会担心自己拿不动所有的装备 太多了,还有一个板 终于把这些东西全都搬上来了 太累了 我们还记得上级视频里面,我吐槽了一下 就是,雪场的鞋有多么软吗 所以我就专门去雪鱼店 买了一双新的雪鞋 这个样子 这个牌子是叫 CrossFight 做一些就是刻滑呀,或者是平滑呀,都可以的雪鞋 这一双大概是打完折之后两千多 对,然后我当时想就是把这双雪鞋买了之后 有滑雪,我就只穿这双鞋了 然后也不换了 所以就是想一步到位的买双好的鞋 但是除了雪鞋 因为当时起了一趟雪鞋店嘛 他就想说干脆把其他的装备都买了吧 所以我就又买了 这么多 这个是我的鞋 这个纯粹是因为它颜值实在太高了 然后加上 它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好的牌子 我买的是他们家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 这一款鞋打完折应该是一千多一点 就真的太好看了 当时我一看到这个鞋我就走不动了 如果对于那种初学滑雪的人来说呢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买自己的装备 想要买自己的装备的话呢 一定要去买好的护具 尤其是鞋 鞋真的可以救人命的 这个鞋戴上就是这个样子 就还是还是蛮好看的 真的是因为颜值选 我就买了雪镜 欧克力的雪镜 这属于也是比较高端的品牌 就是想一步到位嘛 这个雪镜打完折 大概是将近两千块钱不到 也是因为颜值 而且我是跟他就专门是买了一个配我亏的雪镜 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住面镜 就是它是这种柱形的 然后还有球面镜 球面镜的话就是视野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然后我当时也是一款球面镜 和一款住面镜都试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住面镜配我这款鞋 就这么配上 感觉更搭一些 所以就选了这一款镜 然后在这个镜的时候呢 这个鞋后面有一个扣 把它打开 然后把雪镜直接套在这个卡扣里头 然后把卡扣扣上 这个鞋这个雪镜带上之后 带到前面它就不会掉了 现在把它的标签 这里面有一个保护层 有一个保护层 把它撕掉就可以用了 撕掉 这可以正常使用吧 就是除此之外 满了个呼吸 这个呼吸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之前没有买自己的呼吸的时候呢 我都是用我教练的呼吸 这跟它是同款 是丹尼斯的呼吸 然后它这个是属于 你怎么使劲摔 它这壳是硬的 就非常硬的这种 怎么摔都没事 对 所以就是最终还是选了这一款 这款虽然说 你戴在腿上 可能就是外面穿上雪裤啊 什么的 会看得出来 然后你就有一个巨大的呼吸 但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管用 就是能救命的 所以我就说 护具一定要买好的 这个护具 应该是五六百块钱 就这两个 就这个呼吸 然后另外呢 就是买了个手套 这个手套就是 就是随意 这个手套还是蛮便宜的 就是非常普通的一款手套 我一般会在这个手套里面 再带一层非常薄的手套 像这种 然后 这么带的目的呢 这么带的目的呢 纯粹就是 你比如说在缆车上面 想玩回手机啊 你把它拿下 然后呢 可以用这只手挂手机 手里不会动着 对 所以我一般都是准备 两副手套 这么混着带的 这一套下来 太烧钱了 这一套下来 我花了 六千一百八十七 就买了这些装备 然后再加上之前 我买这个 雪裤 然后这个和雪服 雪服非常的贵 雪服是 Phoenix的 就是还蛮厚的 一款单板的雪服 这个 这个两个加一起 然后再加上 我当时买一套素杆 大概是将近六千块钱 然后这个又是六千多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为了滑雪花的钱 已经是上万了 然后上次去的时候 其实没有看到 非常喜欢的板 所以板和固定器 我就没有买 然后我现在就是用 朋友的这一块 板加固定器 然后这一块 板加固定器呢 加起来也是 不到一万块钱 这个板应该是七千 这固定器是两千 反正它的装备也非常的贵 然后所以我今天这一套下来 大概也是两万块钱的装备 去雪道上学换任 所以就是这一次 如果说我换任再学不好的话 我觉得就不能再怪装备了 然后我们就去雪场吧 现在我们已经到雪场了 然后我们先上终极道 开始练换任 下着滑了 走起 今天我已经可以滑完整的S弯了 超开心 但是还没有起任 现在就只是拖着雪能转弯 现在还起不了任 起任的话 我估计还得来个三次套 然后继续滑 然后继续滑 开花 没关系 这两个人 是在场的那两个人 童马 我当时玩了 我当时玩了 我能看着我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